你認識這個超級食物天貝嗎 可以做成各式素食料理 像是漢堡排 打拋料理 天貝排 傳統天貝是由主熟大豆脫皮後發酵而成 表面包覆白色菌絲 油淡淡堅果及菇類香氣 農事所利用國產大豆開發不需去皮的發酵技術 不僅省工減費還保留腫皮營養 相較傳統天貝能增加60%的膳食纖維 那天貝這個東西其實 最早是從印尼移工他們就帶進來台灣 可是台灣一直不太有什麼 直到有這樣子這麼好的一個天然的食材 因為現在植物性飲食的趨勢越來越熱 那其實這樣一個營養豐富的食材 已經慢慢的國際化 那包括像在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 其實在他們市面上都可以買得到天貝 那這次透過這個技術 希望可以把這樣子一個全新的天貝 再推廣給國人 用特殊的發酵技術 做出來這樣的一個天貝 比一般傳統的不太一樣 就是膳食性的很高 因為對人體的這個有增加飽足感 這些都有很好的功能 那發酵碗的食品對人體系說是比較好的 植物性飲食的新選擇 還有利用精進發酵後手技術 開發的大豆植物基金 相較一般素基金 大幅提升游離脂鏈氨基酸打5倍 還有用多種菇類 萃取出的低菇精 那為什麼我們會使用不同菇類 因為不同菇類 它本身的營養成分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技術就是 經由高壓水解去萃取出來之後 我們去分析它的那個營養成分的組成 然後進入拼配 然後來找出最佳的配方 以上三項技術都保留了食材的高價值營養 以及機能成分 並提供植物性飲食更多的選擇